看看新闻榜 一个是唱片公司的签约歌手 一个是唱片公司的助理 情迷的工作关系也让两人成了生活中的伴侣 而多年来两人的关系始终是朋友圈中公开的秘密 只是顾巨姬一直以得力助手来称呼女友 今天终于成真 我想她在后台中激动过我 我要多谢我左手 多谢你 这个助手的特别之处不言而喻 而这段娱乐圈中的感情佳话 也有望在今年12月开花结果 娱乐新年力好男人还是多的 综合报道